妳講妳的名字 講十遍 我在台上就 講十遍 對 講十遍 他整個已經High了 然後我每喊一次 台下因為也都喝到 整個氣氛很炸 他們也喊我的名字 然後後來老闆就包了 三萬塊紅包給我 因為我覺得很難得 可以碰到大方的老闆 像我自己是有一次是去表演 但是我沒有唱完 但我拿了很大筆的紅包 是因為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那個 是他們自己公司裡面的員工 可是那個員工他已經喝醉了 然後他在介紹我上台 他就說 讓我們來歡迎中泡在夏宇章 然後我殺 把妳當成夏宇章 對 我傻眼 然後我就說 他就是很尷尬 對 我立馬拿著麥克風說 沒有 我是唱愛你愛到死的夏宇童 然後我就開始唱歌 然後我唱完第一首 因為照那個環節 那個主持人要上來 然後要抽獎 主持人沒有上來 主持人在下面 已經不知道跟哪一桌 就是已經喝得很開 然後一直在跟老闆還是什麼 就是一直在講說要加碼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就開始Cue抽獎 然後人家還遞小紙條說 那個總經理的名字 那妳是半個主持人了 是什麼 後面即便要變主持人了 對 然後我還Cue總經理上來 然後他們拍照 然後我再Cue自己唱第二首歌 然後我有自己串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三首歌嘛 然後所以我後來唱完第二首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就上來 他就哭了 他就說 因為他喝醉了 他就說 我怎麼犯這種低級的錯誤 我不能原諒我自己 老闆是不是該給彤彤紅包 叫什麼 妳再講一次 妳講妳的名字 講十遍 我在台上就 下雨頭 然後因為他 講十遍 對 講十遍 他整個已經High了 然後我每喊一次 台下 因為也都喝到整個氣氛很炸 他們也喊我的名字 然後後來老闆就包了 三萬塊紅包給我 然後第三首歌我沒有唱 他就說謝謝 然後就幫我請下次